首先恭喜资本集资三十五周年成殿 伊士能源很开心 今晚可以出席见证这个日子 我本身很喜欢三十五周年同行这个主题 如果你用人生来作一个比喻 三十而立之年 你应该对你的人生是目标应该很清晰 当你迈向四十不华之年 除了你会比较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之外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对这个社会会有什么贡献 我觉得这个同行其实也都见证了资本集资 在过去和香港一起见证了很多不同 亦开始想一下 究竟如何继续服务这个社会 我举一些例子 其实资本集资在过去的时候 一直都去探讨很多香港社会的问题 在多方面不同去分析一些问题 希望可以和香港去解决一些情况 亦都会去访问一些政商界的名人 去否则一下香港和大中华的企业 去成功之道 颁发一些可以今晚这样 颁发一些很结出的奖行 给一些CEO 去鼓励一些香港的企业 其实EASY能源和这个同行的主题 其实都很接近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EASY能源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 其实EASY能源去年7月 成功收购了ISOCK香港和澳门的石油器业务 ISOCK和毛比这个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它服务在香港是超过了60年 60年里面 其实默默也和香港很多人去同行 那你可能会说 我不用石油器 其实没什么可能 因为除了我们说 一些可能的停装 中央客户 工商业 你没有可能坐的士 就是车用石油器 还有一个可能你不知道 其实当你去迪士尼 当你去玩烟火表演的时候 其实都是石油器 所以石油器 其实和大家的生活是很息息相关 这一年五个月 当我们成功收购了这个业务 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跟香港的市民同行 就好像我们现在每一天 日常生活 如何去支持香港的市民 所以我们在 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在医院等候 就要进入医院 我们也明白了这个苦房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些石油器 暖灯 希望在等候中的香港市民 不用担心天气问题 也因为疫情 很多小朋友是回不了学的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繪画比赛 希望那些家长和那些小朋友 可以在家里做繪画 我们收到很多作品 其实都是可以看到 他们对石油器的安全 我们如何推广 我们也做了一些 和大学就业广告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个同行的一个主题 其实是很重要 我也希望 其实我们可以和资本杂志 有更多的互动 发挥了这个同行的精神 就好像我们依时的口号一样 依时生活 言动生命 多谢